大家好,最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送我们家土鸡土鸭的人特别多 说实话土鸡土鸭都吃怕了,冰箱里面有一大堆,吃也吃不完 所以今天我带了一水桶土鸡土鸭到我们猛犬基地去喂我们猛犬基地的狗 这些狗平常都是吃狗粮的,也不知道这些鸡鸭它爱不爱吃 咱们现在就把这一桶土鸡土鸭带给我们的猛犬吃,给它们改善一下伙食 但是平时都吃狗粮,不知道爱不爱吃 咱们猛犬基地就在这个大山上面 由于这条路疏于管理,有几十米的距离杂草太多了 我们车不方便开上去,就走路走上去 把这些鸡鸭带给我们的猛犬吃,走 这只土鸭我们煮了一下,给它煮熟了 平时经常有网友问我们,德国牧羊犬这个犬种好不好喂养 喂养的成本大概是多高 实际上这种狗是非常能吃的 这只土鸭大概重量有三四斤重 三四斤重的土鸭给它吃,估计也只能吃个半饱 毫不夸张的说,像这种成年的德国牧羊犬 一只德国牧羊犬的食量就有大概三四个成年人的食量那么大 平常这只狗吃狗狗粮都是一盆一盆的味道 就是咱们洗脸那种铝合金的脸盆,你知道吗?每次都是吃一大盆一天 所以喂养德国牧羊犬成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因为这种狗的食量真的是太大了 这只狗也是第一次吃这种土鸭,看来还是非常喜欢吃的 啪唧啪唧的吃的非常爽,看着真是爽 这只德牧的胃口也是非常好的,天天都非常能吃 体重大概有八九十斤左右,具体我们也没去称 大概的重量就是这样,不胖不瘦吧 像我们这边属于南方,过段时间这只狗体重会增加一点 因为冬天到了嘛,一般狗的冬天食欲会更好 因为冬天狗需要储备脂肪,抵御严寒 它不像我们人一样可以增减衣物 身上的脂肪就等于它的衣服 所以入冬以后,这种狗食欲会大增 我们的喂食量也要相应的增加一点 看见这只大狼狗狼吞虎咽,是不是感觉特别爽 这也许就是养猛犬的魅力所在 有很多人都很害怕德国牧羊犬 实际上这是一种偏见 德国牧羊犬现在性格已经渐渐弱化了 没有早期的老板德国牧羊犬那么凶猛 特别是像这种功倍的德牧,性格往往都是比较老实的 而且德牧的智商是非常高的 德国牧羊犬智商在全世界400多个犬种中 排名好像是第二位还是第三位 具体我记不清楚了 它这个智商排名是怎么样来的呢? 智商排名的方法就是 比如您教这只狗一个动作,叫它坐下 德国牧羊犬您大概教它五到十遍 它就会记住 这样的智商排名就是由服从性来决定的 所以德国牧羊犬的智商排名第二位第三位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服从性很高的犬种 相对来说这个品种也是比较通能性的 虽然看上去虎虎生风看着非常吓人 但是这种狗性格还是很老实的 德国牧羊犬也是一款真正意义上风靡全世界的犬种 无论哪个国家喂养它的人都有很多 在我国的农村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品种 看家护院是非常适合的 德国牧羊犬分为两大种类 一种是工作线的德牧 一种是展示线的德牧 视频上的这只德国牧羊犬就属于展示线的德牧 就是我们常说的黑背大狼狗 公背 黄腿黄腹 背上的毛是黑色的 这种狗就相当于模特犬走的是展示路线 性格相对于另外一种工作线德牧 也就是东德牧羊犬 也有人叫他们滴滴阿犬 性格相对于那个犬种会更老实一点 工作线德牧又叫滴滴阿犬 或者东德牧羊犬 是一款天生的工作犬之王 在军犬井犬方面使用率比展示线德牧高很多 性格比展示线德牧更加强势 但是服从性智商方面是差不多的 运动性能也比展示线德牧强很多 因为他们的背线不会像这种狗 不会像展示线的德牧弓被弓的那么厉害 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养这两种狗的人都是很多的 目前在国内 不过相对来说 东德牧羊犬的价格会更高一点 说到这里我们要重生一遍 我们是不卖狗的 请不要找我们买狗 我们养狗完全是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 谢谢 这只这么重的大土鸭 两下半就要给这只德国牧羊犬吃完了 已经吃了一大半了 早期的德国牧羊犬是不分工作线 东德或者西德的 但是后来东德跟西德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繁育路线 东德牧羊犬不畏外观 只畏一个性能就是工作 所以相对来说 东德牧羊犬的颜色也是更多种的 狼灰色 全黑色 太极色 各种颜色都有 颜色五花八门 展示线德牧相对来说 这种黑背的是主流 我养过的狗非常多 大概养过20多个品种狗 不过相对来说 德国牧羊犬还是比较喜欢的一个群种 因为这种群种性格不会过于强势 也不会太软弱 再加上超高的服从性 超高的智商 养起来是比较省事的 但是这种狗一年也会拖两次毛 拖毛的时候 掉毛还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在城市小区里面居住的朋友 不建议喂养这个品种 因为卫生是非常难打理的 一年两次换毛就会让您疼痛不疼 如果您是开场或者在乡村居住的话 养这种狗是非常适合的 这种狗看家护院效果是很好的 一般的坏人看到这种狗也基本上不敢靠近了 你想一下这么大的狗随便吼两声都是非常吓人 虽然它不会真的咬人 真正会咬人的德国牧羊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 这只大土鸭就快给这只德国牧羊犬吃完了 看见狗的胃口这么好真是一种享受 大家说对不对 这一大只大土鸭估计也只能让这只狗吃个半饱 好待会我们再喂他一点狗粮垫一垫 由于我的工作平常比较忙 一天只能抽时间上山一次来喂他们 所以一天只喂一顿 上山的时候都会放一大脸盆的狗粮 让这些狗一天慢慢吃 养狗这个爱好就是这样 累并快乐者 最近我也想买一些其他的狗来玩 如果您在福建周边地区有成年的中亚牧羊犬 砍高犬或者扭波利盾犬之类的巨型猛犬 要出售的话请联系我们 卡斯罗之类也可以啊 不过像高加索或者杖熬之类的猛犬 我不是非常喜欢 因为这种狗毛发是非常难打理的 像长毛的杖熬如果不给他输毛的话 打劫会非常严重 高加索这个犬种也是 喂养这些犬种你不要花很多时间 给这些狗梳理毛发 所以我养狗比较喜欢养短毛的狗 像卡斯罗之类的贴身短毛的狗 还是比较适合 一只大土鸭转逊之间 就被这只德国牧羊犬要吃光了 看看他这个食量 大家还想养这个品种狗吗 养狗之前一定要考虑好 喂养狗是需要很多时间 然后需要很多精力的 而且还要花费一部分的金钱 相对来说养大型犬还是很费钱的 所以不要头脑一发热就养这种大型犬 然后养 而后又随意帮他们抛弃 这样 对路人 对狗本身 还有对自己 都是不负责任的情况 谢谢收看本期视频